无家美食之鱼珊瑚 鱼珊瑚又名鱼丸 这是温州民间的传统佳肴 制作别具特色 这是中国建国 最早期的珍藏版 大师讲解视频做法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要是净免肉500克 调料有胡椒粉、干淀粉100克 精盐15克、味精15克 还需要葱姜末、米醋和葱花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先将鲜鱼肉片成片 然后再切成粗丝 把切好的鲤鱼肉放入碗中 加入少量的精盐、味精、胡椒粉、葱和葱 要把脂肿部和姜末 抓至均匀 揉一段时间再加入干淀粉继续揉合 用手把一丝捏成长条状,放入废水锅中。 汤沸以后撇去浮沫。 鱼肉丝焯熟后捞出沥干水分。 将圆汤放在火上。 加入精盐未经烧沸。 然后把汤装入一瓶锅中。 把煮熟的鲜鱼丝三分之二放在小盘中。 然后再将三分之一倒入一瓶锅圆汤中。 在一瓶锅中撒上葱末米醋和胡椒粉。 然后再把盘中的鲜鱼丝倒入一瓶锅中。 最后再撒上少许的葱末即可。 现在这道鱼珊瑚就已经做成了。 做这道菜的时候, 要注意把鲜鱼丝和葱丝揉成面团状。 下锅时捏成的条子要均匀。 这道菜的特点是汤清味鲜风格独特。 这道菜的特点是汤清味鲜鱼丝和胡椒。 是汤清味鲜鱼丝放入一瓶锅。